好有關於金華城的案子呢 最新的進展 我們再帶您來關注 那麼現在呢 我們先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要延壓呢 威京集團的主席 沈慶京 今天下午呢 3點半的時候 要開延壓庭 台北市議員 應小威 在10月24號 10點50分 開延壓庭 那他的助理 吳順明呢 是在25號 10月25號的下午2點半 要來開延壓庭 其實法界人士分析 那柯文哲會不會延壓呢 基於貪污徒利 行賄案情 起訴不可分原則 所以他判斷 柯文哲被申請延壓的 機率會增加 那同時呢 大家都在找 橘子在哪裡 他到底跟這個案子 有沒有關係 橘子 許子瑜 檢聯搜索前一天 他就到日本去了 現在大家有懷疑說 他是否有金手 金流 然後飛到日本去 不回來了 現在列為 政治獻金法的被告 同時呢 週刊有很多的爆料 我們也一來檢視嘛 到底是真是假 週刊說呢 常常哭窮去募款的 邱佩玲 像是募款大臣一樣 他是金融市副市長 邱佩玲 用哭窮來形容柯市長 絕不是事實 他不會哭窮 他說我是民眾黨員 我也是柯先生的朋友 純粹希望可以幫他的忙 努力做一些事情 包含了利基店的董事長 黃崇仁 他說週刊裡面爆料呢 USB的金主名單 介紹兩百萬的標案給木可 他是這樣回應啦 柯文哲親自打電話給我 可不可以幫忙 他說呢 但是我沒有給人家現金的經驗 於是呢 就進一步討論 應該如何來協助 他說數字沒有兩百萬 這麼多 調查單位有詢問利基店的同仁 證明整個過程是 一切合法 好 接下來呢 網紅Z9他說 檢方把所有希望都壓在 本人在海外的橘子身上 如果柯真的被蓄壓 那檢方壓力很大 皮要繃緊一點 因為接下來兩個月 是民眾黨存亡關鍵期 但大家記得喔 判決未確立的時候 應該以無罪來推定 好 我們繼續來看 那首先呢 是這個案子呢 淪為特定媒體 每個禮拜的爆料 偵查不是不公開 哪來這麼多料可以爆呢 所以在一檔就批評啊 偵查不公開 變成偵查大公開啊 所以立法院的司法 法制委員會 就邀請了法務部 調查局NCC 一起來專案報告 但是民眾黨立委就批評說 這些書面報告 根本都是活在平行時空 連民進黨立委審法會 都看不下去 但是立委無私要卻 反過來炮轟民眾黨 政治干預司法辦案 公開法務部調查局NCC 書面報告 洋洋灑灑列書 如何強化執行偵查不公開 督促相關人員落實 但民眾黨立委炮轟 根本活在平行時空 這報告完全不及格 你們現在偵查不公開 到底哪一件事情 你們有曾經辦過 你只要告訴我一件 那我就沒話講 洋洋灑灑各單位 都提出的報告 哪一件你們做到 偵查不公開 這邊我們都有嚴格的要求 法官有有裁定機押 那這個押人取控 我認為這是子虛無有 鄭民謙強調會嚴格要求 落實偵查不公開 更聲稱柯文哲案 絕無壓人取貢 但就只有特定媒體 能夠每週刊登辦案內幕 連執政黨的立委 都看不下去 從8月30到今天 就一家特定媒體 就一家特定媒體 他報導了多少次 按照我的統計 總共報導了80則 你知道你們過程中 你們也有傳喚記者啦 記者就說這個沒有 我們這所有的報導內容 都是按照我個人的 長期跑新聞的經驗 然後你們就用這個東西做結論 賺媒體就對了 就親信聯繫就說到 有聲有吃有腳有手 就當媒體在報道 說這個鑑定的 在門裡面有什麼東西的時候 這就表示內部已經出問題了嘛 你在八成的心目中 因為跟委員報告 特定媒體能掌握辦案細節 北檢號稱查泄密 查到最後 卻說記者消息來源不是簡聯 難道是通靈嗎 但立委吳思遙 卻反過來搶民眾黨 才是政治干預辦案的兇手 黃國昌說 柯文哲的清白是台灣的未來 請問這是什麼歪理 這是不是用政治力 來脅迫司法 偵查不公開 專案報告 北檢查泄密 通通淪為過場戲 案情內幕照樣周周刊登 司法的公信力 荡然無存 記者林旭鋒 蔡平方台北三豪報導 好 柯文哲的前幕僚 吳靜儀今天又有一個大爆料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 這是他最新發出來的臉書 第一句就說 誰不願意給柯文哲市長面子呢 他說副市長做東 還可以用特製費 在國賓飯店驗請賓客 凝聚台北市的工商人脈圈 他說台商的這個企業家 為首在招待所驗客 凝聚藍色關係鏈 他說有一些是女性閨蜜 不斷找企業家買單請客 凝聚類似柯友會的關係網 然後他又提到了 每個飯局都不同目的 他說有的是見面前一人一百 這什麼意思呢 講好帶到現場 這一百是多少呢 無限想像 有些是見面的時候一個人30 說好了責任額 然後各自捐款 他說有些企業家多半呢 就是為了要守住面子 他說就全吞了 對外都說柯文哲很愛錢 會拿錢一直要 錢到底都放在哪 床底怎麼夠放 意思是金額龐大嗎 2024呢 藍白破局之後呢 他也提到 柯文哲說原本答應要捐款的企業都收手 幾位重量級台商呢 說自己被唬爛了 柯文哲用藍白會合的理由 該拿的都拿了 甚至到了中南部 即便遇到初次拜訪企業家 也是直接開口要錢 他說 秋樓真的很難看 那檢調呢 現在針對政治人物都有高度敏感性 要傳立委來問話不容易啊 好 這是吳靜怡他的點書做出來的分析 好 但裡面的真實性為何 好 我覺得這個有待 每個人自己要釐清去評估啦 然後也等檢調給大家一個真相嘛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 柯文哲被擠壓禁件 收壓禁件 目前已經超過一個半月的時間囉 各界再看 會不會延壓呢 那22號已經先對 魏京集團主席 沈慶晶 以及印曉威申請延壓 所以對此呢 立委王鴻威說有兩個指標 直言對柯文哲的情況不太樂觀 延壓的機率又增加了 這個案情開始接近 它並不是說到了收尾 而是它有個階段性的 就是因為柯文哲的 要不要延壓的時間快要到了 可能第一個指標就是印曉威議員 因為他們說印曉威議員是第一個 是被壓進去的 所以呢 如果印曉威議員是 這個解答官決定要繼續壓 這個印曉威的話 那非常有可能 那代表金華成這個案子 還沒有獲得一個解決 或者是說他們案情還沒有釐清 所以那麼柯文哲可能會也一樣 被繼續的延壓 這是其一 那第二個的發展呢 就是這個橘子 因為橘子現在已經被列為被告 那因為他現在滯留在日本沒有回來 那當他被列成被告的時候呢 那當然解決官可以以 就是說這些重要的被告 人還在國外 所以如果柯文哲出去的話 是有可能有串政之嫌 或者甚至他有逃亡之嫌等等等等 也用這個理由繼續的去 研壓柯文哲 所以時至今日看起來柯文哲的案情 他不但在金華成的部分 檢察官的新政已成 那麼在他的政治獻金 或者是甚至在洗錢 他另外一個醒錢的案子 看起來都很不樂觀 就是說檢察官現在整個的這個 他辦案的方向 都是朝對柯文哲最不利的方向去走 所以因為一種可能 就是他繼續被延壓 另外一個我們早就都講 他一定會被起訴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我來說 超有主角 clair 有 Şimdi 這是所有主角 Double こう 出發